吴童的工作是一种新兴职业 徒步俱乐部领队 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身世 自从十岁那年父母离婚之后 家对他来说就是姑妈的泡菜坛子 姑妈住在眉山 今天他要迎接吴童回家 泡菜口感爽脆 滋味酸辣 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 川菜味形丰富 塑造复合的味道 炮菜是必不可少的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大叶薄荷 为酸辣的汤汁增添一种奇异的芳香 姐 妈 回来了 你回来了吗 回来了 来 哎呀 你这大事你走到哪儿了 走到哪儿 抗领 抗领哦 你看你头发 来来来 真切 真切 最漂亮的鱼 真切 鱼来了 来来来来 再碰到背上 来 拜拜 拜拜 我从小住我姑妈家嘛 她就那种刀子嘴豆腐心 生怕完我待不好 没法向我父母交代 那每次回去 我姑妈跟我吃什么 我说 随便弄都可以 就那种感觉 觉得家里做什么都好吃 没什么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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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晚上还有油皮 还有油皮 到四川来 就知道泡菜的意义了 每家每户都有 这是每家每户泡的味道 各有请求 姑妈的泡菜 都选印记最鲜嫩饱满的蔬菜 腌制前洗干净 晾在屋檐下 轻微脱水 盐和凉白开 按一比五十的比例混合 萝卜 紫姜 姜豆 再放上辣椒提味 蒜头杀菌 花椒增香 一切就绪 是请出老盐水的时候了 它相当于发面时的酵母 有了它 碳子里的杂菌得到抑制 乳酸菌的数量占据上风 在这种菌的作用下 蔬菜中的糖 转化成乳酸 造就了泡菜酸爽的风味 往檀眼里倒进清水 阻断空气和细菌 十几天 微生物的辛勤劳动 赋予蔬菜新的活力 褪去艳丽和声色 变得清亮 脆嫩 酸利 还有一种泡菜是梧桐的最爱 在这种茅里里面 还要留着 我们下个月 在这种茅里面 我们下来 在这种茅里面 小礼物 小礼物 在这种茅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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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热的黄河冲击平原 杀至土壤孕育的西瓜已经成熟 西瓜甘甜的滋味并非只能享用一剂 西瓜酱一种家常下饭菜可以把夏天的味道神奇地保存下来 三福天每年下降的时候 第一步做酱豆 姥姥选了小粒黄豆煮到入口酥烂 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步 第二步 切西瓜 这是外孙们最喜欢的环节 刮嚷芯留给小外孙 连羊带带皮的部分糖分不高 更适合做西瓜酱 一年中最热的十天 君丝成熟茁壮 显现出合格的黄绿色 第三步 撒上盐 姜丝 花椒 八角 香叶等调料 西瓜新鲜 汁水风营 不断翻动柔捏 所有食材都饱兮甜美的西瓜汁 我好清晰 外孙们给我买了个鞋下子 带着那个卡 卡上有鞋 他走在我这上桌 就是一年来一会 我好清晰 太好了 我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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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地区对于主妇来说 经营一家的饭菜或许不是难事 不过大自然也不会忘记另一些地方 中国的巧妇善于就地取材 吴岳珍正在寻找一种野焦白 当地人叫蒲笋 我从小就开始拔蒲笋 因为我在辽河边长大了 那个河边从来没拔遍过 它都是自然生自然长的东西 不用丧尾也不用淫就是试了 到那个采完事回来就可以吃 下一季蒲笋到来前 最后一次采摘 吴岳珍有自己的打算 蒲笋直立精的幼嫩部分可以食用 人们熟悉的焦白是蒲笋的一种变异 有膨大的纺锤形肉质精 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培育这种蔬菜 虾子焖焦白 食材简单 上色后清汤浸润 闻火焖至 是夏季最常见的家常菜 新鲜采摘的蒲笋 炒一盘蒲笋烧肉 用东北话说鲜灵 剩下的蒲笋晒起来 风干 可以长时间保存 精明的主妇都会早做准备 淮阳地区的水塘里 人们追逐另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菜 虽然它和蒲笋有着相同的生长环境 和相似的名字 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 很多菜系里都有它的位置 蒲菜切碎 打进蛋液 摊成饼状 扬州的这种烹饪方式 用鸡蛋的柔软 凸显蒲菜的脆爽 鸡蛋的柔软 放在鸡蛋的柔软上